大家好 欢迎来再次收看《股坛事件》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边是施老板 赛永浅先生 你好 今天因为节目的调动关系 我们早点拍这个节目 星期四收市 不过虽然只有四天 但这个星期港股也动得很厉害 先两天 星期一、二市有大反弹 前后计算是一千点左右 但星期三、四又浪费下来 星期四今天我们拍摄本日 计算是先跌四百点 再反弹四百点 全日收都是平平平平平平平 不过当中大部分朋友都吓得不少 现在应该怎样看呢 怎样为大家指点迷津一下 星期一但其实是大游行之后 星期一又浪费下来 反映 純粹大游行这个政治事件 对股市不是起主导作用 但是星期三回落 间之与大游行有些关系 因为其中一个说法 就是高银是弃标 高银是其中一个财存 就是之前在香港 用了几百亿去投入启德地 刚刚星期三施生说他要打订 用110亿去投入商业酒店的用地 他因为公布不去码的时候 就说原因是香港的矛盾加剧 不稳定影响地产市道 令到管理层对后市可能有点担忧 这个就好像说 政治事件其实有影响 影响到一间发展商 买了地也不开了 可能市场觉得不是小事 会不会发烤继续蔓延呢 我自己了解过 其实是暂时来说 还是一个孤立的个别事件 我都接触很多其他发展商 没有谁打算跟他一起撻顶 没有谁打算摺到那块地 摺就没那么快 因为要政府拿出来 政府会重新拿出来 但有些发展商都表示有兴趣 但如果你有留意高银中标的时候 其实他中的价钱是超出市场的预期 他一向都是要高价投地 这次气标的原因可能是当时出价过高 如果你说这次是一个 价钱相对笔的盘 现在都放弃 对市场冲击会大一点 所以我自己看 没有产生太大的恐惧情绪 如果纯粹说 二手市场 过去的星期六日 其实交投量是多过前一个星期的 所以地产市场 都不像受政治事件影响太大 给我的感觉 社会好像很分化 有一批人觉得 这个社会忍无可忍 非要出来闲不可 但也有一批人 拿着真根白银去买不动产 地产是最受政治影响的 你买下去是带不走的 其实我是属于比较早 对政治开始敏感 因为我觉得香港的政治问题 已经不是个别的问题 这次《逃犯条例》 真拗的不是条例具体内容 而是觉得 这个政府 不公义 没有认受性 又被北京操控 你来把关了 我什么都不相信 你真的做什么都没用 你整个现有的建制都否定 但是这种情况 不是现在出现 几年前已经出现 所以战中期间 我都在卖房地产 现在看回头 有人说我愚蠢 实际上卖完升了 整个开市也有 不过你还持有很多 我持有少的人 我不算主力放在投资 市场上 持货的人 和去游行的人 是两种人 他们的关注面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自己看 市场主导市场因素 不只是 流市 股市 都不是政治因素主导 如果政治因素主导 早几年开始 我觉得应该下跌 因为现在整个年轻那代 都好像对前景 看得淡一点 看得出来了 已经养成了反政府 反社会的 红楼 十多二十岁到三十多岁 对那批不是少数 整一代人 都对政府有不满 这个造成将来 其实香港的管治 都很多麻烦 本来应该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投地产了 但现在 主导的因素是 钱多 利息趋跌 钱都要找地方投放 投放哪些地方 利息跌的情况下 债券 债券 地产 租金回报低些 都觉得接受到 资金流向 可能都是 看息口 看货币供应 比较多 而这两个方面 都是 对资产价格 是比较好 最新鲜的是 美国 最快会是 来第三季就开始减息 现在市场股 大约减50点左右 减几次 但变化得很快 因为过去几个星期 市场 由年头加息 到现在减息 市场反应都变得很快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是一个趋势性的转变 如果加开的 加多一次 加多两次 方向没有变 只是程度变 这次由缩表 变减息 变减息 某种程度 稍后会不会有 矿表 QE 如果这样的话 资金是一个流向会逆转 大家可能留意 上一次减息 美国减息是08年 已经是超过10年前的事 所以 如果再减息 近年很少有金融市场的大方向 现在转了一转 现在反转转 而这个方向一转 可能不止走一步 但我们看上星期 美股因为减息 预期转了 升得很好 港股是否跟随 如果看远一点 施先生觉得如何好呢 我刚才说 资金因素 利息因素 仍在主导 如果主导 相对利好 另外上星期 我都说 美国 和中国谈判 未必一定 越搞越僵 特朗普 想美国人看到贸易战 打赢 拿到战利品回来 中国有些让步 他都会 先待 特朗普好像有点心急 他在推特上说 如果G20不见面 就再加 加 现在心急到中国 3000亿 一定不会加 他说3000亿 都加 3000亿是最后那批 王牌打完 你坐大一点也不会打完 都会留一点 当然他还有其他 起码贸易上加关税 最多是3000亿 500亿加2000亿 加加3000亿 都没有了 清仓 清仓 赚三得可要 25%加到30% 不要说25% 你加多15% 可能已经 没得来 不是 你加就来 加了也没人要 你这些价钱 加多15% 卖不出 或者别人 便宜多10 5% 已经有其他人要 你就加不到25% 所以不是说 25不行 我加你50 25都没有货力 已经做到生意 不要加别人500 没用 所以我说他把牌全部打出去 自己便没有牌 所以我认为不会 不会再恶化了 但转好的机会在哪里 始终大家关心 就算不恶化 转好的时间 或者有些 不转好 拖 现在 应该 大部分因素 在市场 都反映了出来 所以不转好 未必会再坏 但是如果好一点 就跟原本 有转坏的预期是一个相反的方向 应该就会 看好一点的机会 我倾向 对散户朋友的想法 建议是倾向 轻微乐观一些 是的 好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施生 有个朋友想看回我们 古坛事件的节目 欢迎去到以下的网址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嗯 感谢观看